大家好 我是周周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自助旅行 今天要介紹的字是永遠的永 在自我介紹我們認識了永的許多古字 應該讓不少人想起小時候的書法課 自言其說我們聽到了永保安康的車票來游 在英文裡面有個字叫做forever 是很多電影跟歌曲裡面都喜歡用的字 for the first time in forever the first time 第一次 forever 永久 指的是很長的一段時間 for the first time in forever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中的第一次 意思就是有史以來第一次 for the first time in forever Monster, the guitar player of Mayday we'll join the summer camp for the first time in forever 有史以來第一次 Monster 怪獸 the guitar player of Mayday 五月天的吉他手 we'll join 將會參加 the guitar summer camp 夏令營 我們看到圖上長頭髮的女生 她很興奮拉著她旁邊短頭髮的女生 轉圈圈還跟她說 I can't wait to tell you a great news 我等不及要告訴你一個天哪的消息了 這個短頭髮的女生就問她說 What is it? 是什麼消息啊? 看你興奮成這樣 接下來呢 長頭髮的女生很尊重的說 for the first time in forever 有史以來第一次 Monster, the guitar player of Mayday we'll join the guitar summer camp 五月天的吉他手怪獸 會參加這次的吉他夏令營喔 哇 我最近有個娛樂新聞 就是在報導這件事喔 五月天的吉他手怪獸 因為師大附中學弟的邀請 所以會參加清華大學 今年舉辦的吉他營隊 相信這個新聞應該會讓 清華大學吉他社 在今年暑假營隊的招生 變得非常的熱門 有關五月天呢 相信還有一件很深刻的事情 大家記得就是說 團圓石頭的求婚 那時候呢可是引起了一陣轟動 而求婚的時候呢 我們通常都會許下諾言 那我們都會用到forever這個字 比如說 I will love you forever 但是如果我們加上一個字 我們說 forever and ever 永永遠遠的 比起單用forever 更加加重語氣 感覺呢也更慎重 更有誠意 forever and ever forever 永遠 ever 也是永遠一直 forever and ever就是 永永遠遠 Would you marry me? I will love you forever and ever Yes I do marry 嫁或者是結婚 forever and ever 永永遠遠 Yes I do 我願意 哇 我們看到圖片上的男生 他拿了一個超大的鑽戒 半跪式的呢 在浪漫的地方 向他的女伴求婚 女生看起來非常的驚訝 男生就直接對他說 你願意嫁給我嗎? Would you marry me? I will love you forever and ever 我會永永遠遠的愛你 就是說呢 他會愛他直到永遠 那通常在大庭廣眾之下 女生當然也是不好意思拒絕了 所以他的女伴就回答說 Yes I do 就是我願意啦 建議呢 最近有想要求婚的觀眾朋友 在公開場合人很多的地方 成功的機率可能會比較高喔 像這種加重語氣強調永遠的用法 還有一個 Now and forever 從現在直到永遠 Now 是現在 Forever 是永遠 Now and forever 從現在直到永遠 Now and forever 是Richard Marks 一首家喻戶曉的歌曲 常常被當作婚禮的歌曲使用 是新郎唱給新娘的歌 裡面呢 最動人心弦的一句話就是 Now and forever I'll be your man 從現在直到永遠 我都會是你的男人 很多女生聽到這句話 可能都要融化了吧 不過我參加過一些朋友的求婚 有的真的是規劃的很詳細 上次呢 播放影片啊 或者是要什麼背景音樂啊 訂場地 還有一些花花草草的配件 而且還要聯絡一些親朋好友來助陣 籌備的時間呢 動輒都要一兩個月以上 真的是一個需要投入很多 心力跟時間的事情 take forever forever是永遠 take forever 花費很多時間 這也是一種比較誇張加重語氣的用法 用 forever 永遠來強調時間上面的長度 why is she always late because it takes her forever to get dressed why 為什麼 she always 她總是 late 直到 because 因為 it takes her forever 這花費了她很多的時間 什麼是花費了很多時間呢 to get dressed 就是穿著打扮 相信呢 我們每個人身邊都是會有這樣的朋友 每次聚會都是最晚到 簡直可以說是有慣性遲到的病症 其他人都很好奇 這樣遲到的人 到底每次都在忙什麼 可以都遲到 圖上呢 正在等人的一男一女呢 就在討論這件事情 男生看起來是有點生氣 在抱怨說 欸為什麼另外一個女生都還沒來啊 why is she always late 為什麼她總是會遲到呢 每次聚會都姗姗來遲浪 讓大家苦等 那這個旁邊的女生就回答她說 because it takes her forever to get dressed 因為她穿著打扮實在是要花費太多的時間了 簡直就像是要用掉永遠的時間才夠 但這個理由呢 還蠻讓人不能接受的吧 因為如果需要花比較多的時間 才能出門復約的話 可能就要提早開始準備 畢竟首詞應該是一種美德 我們今天呢 介紹了一系列跟forever有關係的英文詞語 我們來回顧一下 For the first time in forever 有史以來第一次 圖上我們看到兩個女生很開心 因為 For the first time in forever 五月天的樂手要參加一個吉他的營隊 Forever and ever 比forever聽起來還要厲害喔 就是呢 永永遠遠 forever and ever 在求婚的時候呢 這個男生跟女生說 I will love you forever and ever Now and forever 從現在直到永遠 Richard Marks有一首歌曲裡面呢 他唱到說 Now and forever I'll be your man 從現在直到永遠 我都將會是你的男人 聽到了讓人覺得很感動 Take forever 好像是花了永遠的時間 就是花了很長的時間 圖上了一對男女在抱怨說 為什麼這個女生總是一直遲到呢 然後另外一個女生就說 因為It takes forever for her to get dressed 她穿衣服好像要穿很久耶 今天很高興跟大家認識了一系列 跟forever有關係的英文詞語 《詞曲曲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